小妹的作业是给蚂蚁带戒指 什么 小妹的作业是用口香糖打开椰子 什么这怎么可能 小雪的作业是用三种颜色画出彩虹 三种颜色 大家的作业不止完了 快去完成吧 明天我来检查 好的老师 我一定会按时完成的 小雪 用三种颜色画出彩虹 我看你怎么完成 还在那里说大话 就是 明明作业这么难 用口香糖打开椰子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小白姐姐熊卖 老师既然说了 肯定就是有办法的 我们一定可以想到办法的 三种颜色 怎么画出彩虹呢 我要好好想想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们可以完成作业吗 现在开始检查 大家的作业完成的怎么样了 我好 我完成了作业 你们看好了 放大灯 现在就可以给蚂蚁带戒指了 我带 不错 小贝的作业完成得很好 我给小贝打一百分 太高了 小贝姐姐 你也太厉害了吧 这是怎么做到的 当然是因为这个放大灯 我去问西娜 进了放大灯 只要把蚂蚁给放大 就能给它戴上戒指了 小贝姐姐 你真聪明 那可不满 小雪 下一个你来吧 我 还是让熊妹先来吧 为什么 小雪 你不会是没有完成作业吧 不是的小贝姐姐 那就我先来吧 你们看 我再把叶子也放上去 很好 小妹真是太厉害了 居然已完成了我不知的作业 小妹一百分 小妹 烤箱它那么热 怎么能打开叶子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这样的 先把烤箱糖捲起来 捲成了筋 然后快速地用叶子撞向烤箱糖 只要速度很快 冲击力就会聚集在烤箱糖的尖处 然后叶子就可以被打开了 原来是这样 小妹 小妹你可真厉害 小雪 到你了 小雪 你不会是真的没完成吧 小雪 没完成就没完成吧 我们不会小害你的 不是的 好累啊 给你小雪 小雪 这是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王河阿姨 是我弄坏了小雪的颜料 差点让它玩不成作业 没关系 我现在要开始了 红色加黄色是橙色 黄色加蓝色是绿色 蓝色加红色就是紫色 这样就可以画出来彩虹了 你们看 这就是彩虹 哇塞小雪 你今天真的画出来了彩虹 好厉害呀 不错 小雪也完成了我不知的作业 小雪也一百分 太好了 小朋友们 如果给你们布置这样的作业的话 你们可以完成吗 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